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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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习惯了黑的线碎 在眼也无为 但像坠的迂回 我告诉你自己平静感觉 一直从就试着创造历史中 流放着的同位 藏着寂寞的范围 无法高山或脚壁 我云上惊惊动地 每个目的 没攻击才会让我更加用力 与其消耗你脱鞋 也认为是有所谓 是你的 我不属于谁 但让我知道我是谁 你给我一个目的地 没见你我是谁 你拿走我的载货 我的多有注意力 没有你的我是谁 你敢让我知道我是谁 你给我一个目的地 你敢让我知道我是谁 那是死的傀儡 有没有温度的体会 不知道你不再是黑白灰 你拿走我的载货 我的多有注意力 都让我知道我是谁 你不再是黑白灰 不知道我是谁 你 你讽刺二殿下 下官 会一心等这四殿下回来的 告辞 不送 不送 大人 二殿下这生母 当真在与陛下相处之时 还和别的男人有过然 是一个百户临死之前说的 当时陛下 在临幸二殿下生母的前半个月 他便与一名博州军厨关系匪浅 而二殿下 就恰好早产半个月 但姿势体大 没有确凿证据 谁也不敢轻言此事 生怕触弄龙颜 是 但是小的已经查出 当初博州的民兵 甚多已经成为京城一带的官奴 不出几日 我一定把那军厨找出来 要快 现在京城这一带的官奴 都归靖祥手下调劲 要谨慎行事 是 找到了那个博州军厨 二殿下的血脉 可就脏了 都抓紧时间吃干粮啊 吃完了还得赶路呢 快点 老哥 别再看了 我们这些人这辈子 没机会再回京了 十有八九 是要死在这官奴营里了 死不足矩 但我有一心愿未了 非逃不可 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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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博州官能跑了 什么 跑了一个 兄弟们 别吃了 赶快给我搜 往哪儿跑了 好像是往京城方向 快追 比锦翔大人知道了 我们都脱不了干系 快 父皇有旨 明日起 马斋星将以伯王妃的身份 住进伯王府 王妃 主子 马斋星 你还认识其他马斋星吗 主子 会不会是 陛下想让我们在府里 找个机会杀人灭口 好让那马斋星死得毫无破绽 是 如此倒是说得过去 闭嘴 本王再说一次 明日起 马斋星就是伯王妃 你们要以礼相待 不要露出任何破绽 是 是 柱子 你 你干嘛 郡主 你醒了 郡主 我可不可以问问你 你昨天晚上都做了些什么呀 你不会什么都不记得了吧 你掉进水池里去了 是 酒后失足吗 恐怕 不止如此 郡主 昨天晚上你走后不紧 柏王殿下也跟着出去了 在你失足以前 你们俩的确是在一起的 你身上还穿着柏王殿下的披风 但在你失足掉进水池里边以后 柏王殿下他头也没回 转身就走了 这其中的缘由啊 柏王殿下昨晚应该是想对你一礼相待 可是 你却喝多了 你对柏王做了一些 冒犯之举吗 比如 比如你把柏王殿下当成狼仔之类的吧 真的假的 真的 我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呢 陛下刚赐完婚 我就给柏王殿下留下这么不好的印象 这日子以后怎么过呀 郡主 哥 末将无能 鲁莽之下得罪了朝廷 让郡主 牺牲了婚姻大事 封城大哥 你别想那么多 柏王殿下乃是堂堂的皇子 摘星与他婚配 一点不觉得委屈 反而是美事一桩 从此陛下 便不会再一心把家军的忠诚了 郡主 您与城主真的是一模一样 摘星人厚 郡主 末将知道 你答应此门婚事 是为了马家军上下 倘若的柏王真的是性情古怪男人 末将就算是处奴圣上 也要阻止这门亲事 马京 在 从今往后 你要留在郡主身边照顾郡主 记住 不能让郡主受一点委屈 倘若有情况出现 你书信一到 大哥必定连夜赶回京城 遵命 马京一定会好好照顾郡主 不让任何人欺负他 包括伯王 不用那么严肃吗 你们没有听说过吗 所谓 将门虎女 说不定伯王 他娶了我这个将门虎女 这只母老虎 倒霉的是她呢 好 郡主 启禀郡主 伯王府的马车已经在西宫门口迎接您了 主子 主子 郡主还在西宫口等您 已经一个多时辰了 本王不想与她同行 你先从她回府 主子 好 郡主 都等了一个多时辰了 为什么伯王他还没来呀 郡主 你别害怕 你看不看见 我特地跟你穿的一样的衣服 我们就是让她分不清楚谁是谁 如果见到她的时候 她还生气的话 有什么气 就让她冲着我来 冲着我撒 行不行 多谢你为我煞费苦心啊 陛下召见伯王 定是有要事 再说了 昨天晚上是我失礼在先 等多久也是应该的呀 郡主啊 你有没有把握 跟伯王相处得很融洽呀 我怎么觉得未来表示堪忧呢 可昨天之前 在回皇城的路上 伯王殿下对我就挺不错的 那你说她这个人怎么说变就变了呢 我非她跟传说中的一样 生性多疑变幻莫测 难以琢磨 伯王给人的印象这么差吗 郡主 你说你这个人怎么回事 叫人家问他小点声吗 你这样很容易吓死人的 二位在做什么如此专注 没做什么 没什么 我们就是无聊讲讲故事 打发打发时间 对了 伯王呢 他为什么没来接我们郡主回王府啊 殿下尚有公务在身 不是有意让郡主落单吗 特派在下先送郡主回府安顿 有公务在身 他为什么不早说 你看没看见太阳有多大 都把我晒黑了晒化了 你再看看 这是你们博王府未来的王妃 你们博王府亲自来接他 这传出去还能听吗 你们 那就有劳了 有劳了 爹 不 殿下 楚楚 身体还好吗 安胎可否顺利 一切安好 太医说了 为了顺缠 可以多走动一些 甚好 甚好啊 殿下 明日恭贺博王的新婚贺礼 已然背好了 有劳月照 楚楚啊 既然大夫说了 你许得多走动 那不如明日 陪本王去三弟府上走走 与那伯王妃马郡主 见上一面 认识一番 如何呢 如此极好 我听闻那马郡主 惨遭面门不幸 又初来京城 人生地不熟 我呀早就想去看看她了 初到伯王府 我应该给伯王他们买一个礼物 以表昨日的歉意 你说 我们买些什么呀 我觉得伯王他应该会喜欢 灯笼 还有大饼其中的一个吧 这些 都是谁喜欢的呀 肯定都是伯王喜欢的呀 打他 走他 走他 你爹的孩子 我跟他走 走你爹的 你们干什么 你干什么呢 打 臭乞丐 不管闲事 找他 找他 打他 末生 殿下喜欢什么呀 习武和练字 习武 这个好 这个新鲜 别打了 就找打 别打了 不管现实 别打 打死他 别打了 住手 你们别打他 快住手 快跑 大叔 你没事吧 大叔 孩子 受伤了吗 没事 你快回去 不然你娘会担心的 知道了 好 大叔 大叔 郡主 大叔 你怎么样 郡主 郡主 怎么办呀 如果放任不管 看他的情况会十分危险 带回王府医职 不可 郡主 此人来历不明 恐怕不妥 这样会坏了不王府的规矩的 在魁州城 就治百姓是家常便饭 不管他是谁 更何况这里 离博王府也近 我就不信殿下 会任由他的子民受伤不治 博王府的形象 也不能再这么糟下去了 马静 先替我扶着 莫肖 你先搜此人身 一确保 就算他来历不明 也暂时无法影响到 博王府的安危 正好速速抬回博王府医治 夜门对象 变成了博王妃 天底下还有比这更 匪夷所思的事吗 主子也太可怜了 来了 要记住主子的交代 对待郡主 要以礼相待保持距离 不要有太多的交谈和互动 暗中监视郡主的一举一动 这话你该跟傻子莫消暑 温衍 快 快救人 小心一点啊 慢点慢点 慢点慢点 温衍 此人从何而来啊 路上乞丐 饥寒交迫一身是饼 郡主大发慈悲把他带了回来 说是帮助我们博王府改变改变形象 怎么样 郡主 此日目前尚无大碍 休养一下 喝一些补糖就没事了 初来乍到 就如此麻烦大家 是摘星自作主张 等大叔身体好了 我便会请他离开 伯王若是怪罪下来的话 摘星一人承担 这里有莫消看着 请安顿好郡主要紧 郡主 这位是海蝶 负责安排郡主的起居 了解伯王府的环境 郡主请随我来 郡主请随我来 我叫马静 郡主 怎么这么单调 连个下人都没有 郡主 真的一朵花都没有 会不会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 这底下有那个 伯王殿下不喜花草 觉得庸俗难耐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 没有花的庭院 我想伯王殿下 应该是喜欢干净简单的布局 可以使人心情平稳 安静 郡主 这边请 来 那是什么地方啊 那边那个月落 是伯王的起居地 没有允许 任何人不得入内 是伯王府的禁地 禁地呀 郡主 您的伤房在前面 这边请 丞相大人留步 大人 刚刚急报 有逼从今押往边境铸成的官奴 其中一个奴犯逃了 这种小事不许跟老夫回报 这 本不该打扰大人 但官兵迎新逼供其他人后 有奴隶供出那逃犯 竟曾欲醉酒后说出 他儿子是当今二殿下 死前定要进京见上一眼 属下一查才得知 此人名叫林广 几十年前 曾在伯仲的娘娘身边所军厨 而且他还知道 在娘娘的左相腿上 有道食指般长的伤疤 你立即派人 将所有可能的至亲者 灭口 尽快地把那个郡厨给找出来 是 程程大人 丝尽快地把这种热口 同时另一个人 丝尽快地把这个郡厨给下线 快把包袱放下来 累死了吧 对了 郡主 你看 这个 是你让人从奎州城带回来的包袱 里面有你的衣服还有细软 你看看 是不是这个 是他吗 嗯 哇 好漂亮啊 谁画的你啊 真好看 这是我娘 不是你吗 怎么长得一样的呀 快帮我收起来 好 幸好还在 这是什么东西啊 看上去好像对你很重要 郡主 你觉不觉得 博王府真的阴森森的呀 还有 你说那个禁地里边 它到底关了什么呀 既然是禁地 那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嗯 而且 博王为人 冷漠无情 刑事 心狠手辣 原来郡主喜欢在别人背后恶意造谣 搬弄是非 本王亲自过来 就是想听听郡主 擅自救人的解释 摘星并非有意破坏规矩 给伯王殿下赔布施了 不必了 郡主荒腔走板的行为 本王见怪不怪 昨夜醉酒的行为 的确是摘星无礼 还有自疑妄为 郡主擅自收留乞丐 王府严谨何在了 殿下 那个大叔 他是为了救一个小孩 才被人家殴打 打得满身都是伤 然后晕倒在地 我们家郡主从小仁善 总不能见死不救 对吧 仁善之人 会在背后到丈夫长短 或是不顾礼数 将王府当成奎州城随意指挥 才进门不到一天 马郡主 真把自己当成 伯王府的女主人了 摘星擅自做主 的确有失分寸 望伯王殿下息怒 在伯王府 一切本王输了送 不许受留来路不明之人 但殿下也并非狠心之人 要不然 也不会对失去意识的我 不离不弃 我对你并非好心 只是因为你是 奎州城郡主 身份与他人不同 而且皇命在身 不得不顾你周全 伯王的职责 就是要保护子民 我知道 伯王府规及严谨 只是 他与我爹年纪相仿 摘星渝心不忍 若是出了任何差错呢 摘星渝一人承担 郡主最好说道做道 别因为一时的怜悯之心 就随意地施舍善业 又随意地将之抛弃 封职使命 殿下为何会说那样的话 仿佛他曾经认识我一般 你不认识他 他也不认识你 而且他根本就不是你心目中想象的那么好 你看他那爱记仇小心眼的样子 根本就是浑身长满刺 一扎就扎痛人 这也不能全怪他 本来有错在先的人就是我 只是闹香至此并非我本意 这下该如何化解呢 我们买的东西是不是到门口了 我出去看看 我和你一起去 走啊 来来来都到这儿了 见过殿下 郡主 这些是 一来便给伯王殿下以及诸位添了不少麻烦 所以摘星就准备了一些薄礼送给大家 莫萨 我方才在街上发现你看了一眼这瓶酒 所以我就买回来送给你了 你闻 好香呢 来 拿着 莫萨 莫萨 一个粗人就不跟郡主客气了 闻总管我给你也准备了礼物 我知道闻总管精通医术 我知道闻总管精通医术 不知道这本医书之前是否看过 这是王殿河的卖经 一直没有机会败毒 不过 无功不受禄 郡主无需夺礼 郡主就知道你喜欢了 赶紧收下吧 海蝶 我在街上看到这只三子 觉得特别漂亮 非常适合你 谢谢郡主 但是海蝶不带发饰 这女孩子怎么能不用发簪呢 来 我给你戴上 给你戴上 你看 多好看啊 博王殿下 我听莫肖说过 博王府唯一的收藏 是前朝书法家 锁禁和卫权的书帖 博王殿下你知道吗 我们家郡主啊 私律可周全了 她说你有如此眼光 一定是书法遭以极佳 所以啊 她精心给你准备了这个 端宴 你知道 去买端宴的时候 那个老板不停地说 这个宴台有多好多好多好 可若没听懂 端宴是四大明宴之手 她至刚而柔 摸之如小孩肌肤 温软嫩而不滑 更具秀面多姿 喝气淹没 发磨不损笔毫 闻言又在送经了 殿下 摘星自知 坏了不少你的规矩 希望殿下 可以接受我的歉意 我保证下次绝不再犯 郡主的歉意大张旗鼓 但很可惜 这些书画 只是摆设 非本王所好 至于书法练字 更是本王所厌恶 郡主 如此笼络人心 功于心迹 都是本王所悟 把东西全都退回去 这 这些东西 都是郡主花了 很多很多心思 跑了好多地方 才好不容易找到的 而且价格还不菲 就是诚心诚意地 想给伯王道歉 就这样退回去 会不会有点太 摘星失礼在前 受责罚全都应当 只是伯王殿下 无需如此在大庭广众之下 糟蹋摘星的心意 好 你的歉意 本王接受 既然东西归我 那就任由我处置 在哪里 摘星恳请夫君 单独一谈 洛学 ün 军 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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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敢问殿下 是否因昨日赐婚之后的无礼 和今日的任意收留他人 殿下才如此对待摘星 你的为人 只有这些让人不敢恭维吗 殿下此话何意 难道是摘星还有其他地方 得罪了殿下 本王确实对你尚有其他偏见 大可直接告诉你 你接受圣上赐婚 除了皇命在上 应该还有利益两个字吧 马方承在离开前 曾暗中探访过本王 他说 本王与马家军 既已为一家人 而后朝廷的大小事 以及将来的出征 也请本王多多赵王 他将与众里回报 但 按照律例 外臣勾结皇子乃临迟众族 郡主释想 你本王的个性 会饶过他吗 殿下 要以陛下的赐婚 保握马家军的安慰 全是摘星一人的主意 与封城大哥无关 马郡主是聪明之人 说穿了 你是马鹰之女 谁敢上你 岂不是又让马家军 兵临城下 再说 马副将来找本王 只是试探之词 并无此事 你 你 你骗我 为了让你原形毕露 一个因为利益 与本王成婚的女子 本王骗你又如何 此次赐婚 我殷皇命 你为利益 你我各有所求 在朝堂上 我会好好配合你 演好这出戏 但无外人之事 你我互不相干 并无负极之心 也请郡主 别处处讨好本王 殿下 占星不求相知相惜 但求和平相处 望殿下 不要拒人于千里之外 郡主薄情寡义 本王为何要信你 婚姻之事 乃女子终身大事 占星的确盼望 能与伯王殿下 和睦相处 锦儿相知相惜 绝非假话 郡主是出自于真心 或是假意 本王没兴趣知道 殿下 是不是无论我做什么 都无法消除殿下 对我的成见 除非 除非铁处开花 本王 就相信你的诚意 奉劝郡主 别白费心思了 若再要求本王以诚相待 太强人所难 话已至此 郡主是聪明 应该明白 笨我的意思吧 你怎么又在吃饼啊 看你这样子 又有什么苦恼啊 郡主 你说我们来博王府 还不到一天 你跟博王就处成这个样子 这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 博王对我成见颇深 看来 也只能日后慢慢化解了 可是不知为何 我总觉得 伯王对我有一种莫名的敌意 那是他有病 你不觉得他看谁都不顺眼吗 虽然他是伯王没错 但你也出身不凡啊 以前在奎州城 你也是人见人爱 多少公子 那都是屈之若物 是不是 但是他还不好好珍惜 说得也是啊 对啊 大叔 大叔你醒了 身体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 马静 快睡到杯水来 是姑娘救了我 多谢姑娘 无须客气 这是何处啊 这里啊是伯王府 这位是伯王妃 伯 伯王 当听三殿下 是 大叔 你不用害怕 没事的 小的叩见王妃 其实 我还没过门 要不然 你叫我马郡主吧 来 来 你先喝点水 马静 快去拿些汤药过来 他不是喝水吗 文总管说了 喝一些汤药 对大叔的身体有好处的 文总管说的 好 大叔 你家住何处 我可以派人把你送回去 小人是伯州人 为了来今找恩人 还能见上一面 亲自道歇 可惜 还没有找到 便已身无分文 流落街头 原来大叔也是有情有义之人 未寻恩人而来 要不然这样 这几天 您先在府上好好休息 我去试试 看看能不能帮您找到您的恩人 郡主恩德 小人 可我 大叔 您的身体还没有恢复 多休息要紧 郡主 汤来了 给 大叔 快 喝些汤药 主子 这么晚审问郡主带回来的人 是不是应该 跟郡主说一下 凭什么 这个女人虽然进了渤王府 但还不是王妃 属下失言了 只是 郡主带回来的燕台 是不是应该修复 属下担心会有违圣意 本王还真是处处受制于马宅兴 大叔 我们家郡主 那可是出了名的心地善良 以后 她就是伯王妃了 这桩婚事是陛下钦点 以后你有什么事情 都可以跟她说 谁敢不听她的话 竹子 以后有什么事情 不碍事 我们郡主会邪伯王府所有的 把那燕台给扔了 把那燕台给扔了 帮助你的 大叔 别听她胡说八道 她这个人啊 就爱吹牛 我说的都是真的 在这伯王府啊 我可做不了主 事实都得经过不忘殿下 大叔应该感谢的 是允许我这么做的殿下 您快点喝药吧 小心烫啊 二殿下稍后 海蝶已经去通知主子 二殿下专程到访 好 不忙 楚楚啊 这说起来咱们有些事 没来三弟府里了 兄弟之情本就难得 是好几辈子修来的福分 楚楚乐见喜朗真心 以后 楚楚会经常提醒殿下 常来三弟府上走动 三弟 二哥 二嫂 三弟啊 我跟楚楚想着 来看一下你跟马郡主 这想着想着 人就跑来了 你可别怪二哥鲁莽啊 二哥是好意 何来鲁莽儿子 这转眼 就十来年了 当年你还年少 是一个被父皇收养的孤儿 我们兄弟 也曾一起读书 习武 倒是这些年 大哥离世 四弟远在弃谈当人质 你忙于军务 我忙于朝政 都属于联系了 二哥说得是 父皇也说过 众兄弟应该相互扶持 三弟受教 三弟 你们受则二人先谈 我去找摘星郡主说话 对啊 这眼看三弟马上就要大婚了 我这做二哥的 要跟他好好分享一下 夫妻相处之道 若你一直在这边 有些话 本王也实在不好说 来 去吧 闻眼 陪一下 是 来 三弟 咱们坐着聊 广叔 你的身体好些了吗 好多了 好多了 那这么说来的话 文宗馆的药真的很管用啊 郡主 这位是二殿下王妃 今日特意来府 微言 文宗馆 奎州城马摘星 见过云王妃 都是自家人了 又何必要在意这些礼节呢 今后我们姐妹相承可好 摘星妹妹 是 靖姐姐 这位是 这位是 这位是广叔 他为了寻觅恩人 远宗伯舟赶至京城 伯舟 二殿下也是生于伯舟 他还经常跟我说 让我陪他回伯舟 说 是想念他母妃做的伯舟菜 晓得见过云王妃 广叔 闻书 广叔 你快起来 朱 朱 小人无礼 小人是因为见到二殿下王妃 心中太过激动 因为二殿下 就是小人伤心 想寻觅的恩人 这么巧啊 竟会有这么巧的事 是 我的爱情 爱情 要紧 我爱情 你爱情 你爱情 有什么爱情 唯一能改变我的爱是你 多想往你怀里奔去 感谢你放任我 你心意都流到开始爱 伤害都不存在 永远都在一起 你醒到那一秒钟 牵定牵着你的手 就这样一直走 我愿意等待 等待你明白 永恒其实就藏在 我们相信的爱 多想往你怀里奔去 感谢你放任我 你心意都流到开始爱 伤害都不存在 永远都在一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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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